醫師謝秋冠 從日本乘坐郵輪來到大連 剛到東北時 中國還是隸屬清朝統治 但大連已經租借給日本 在台灣醫學堂畢業以後 他教授 他要上東北大連滿臺院 做院長子 做教授 問我爸爸你去不去 我爸爸說好啊 我和你回去 後來教授領他上大連 以後才在大連滿臺院做宰 大連的中山醫院 當年隸屬南滿鐵道都市會社 是東北數一數二的大醫院 謝秋冠是醫院裡活躍的年輕醫生 當滿洲國的傀儡政權成立後 在東北歷經大清 北洋政府的謝秋冠內心十分掙扎 日本在東北心裡是不爽快的 可是都在心裡頭啊 他對眾人和熱心和愛心的治療 所以他的名氣很好 他晚上都偷聽那個大陸的廣播 那時候蔣委員長 我們都說他蔣委員長 天天晚上聽他的廣播 所以他心中國 從二十世紀1900年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在東北行醫的臺灣醫生 依著各式各樣的機緣來到滿洲國 像溥仪的御醫 黃子正 還有謝秋冠 他們都是在臺灣完成醫學教育後 才到滿洲 算是東北最早期的臺灣醫生 而在東北 還有一批臺灣醫生屬於牛日派 張宗仁就是從日本醫科大學醫學院畢業後 被厚生省分配到滿鐵醫院 當然你講是臺灣人 但是對日本人來講你是日本人 你要接受政府的指令 又把它分配到滿洲區 南滿鐵路醫院 擔任醫師 然後在那個年代 跟臺灣早年一樣 你在公家單位擔任醫師 你自己也可以在外面開業診受 張恩滿是張宗仁的次子 在滿洲國出生 他的祖父張七郎 是新竹湖口的客家人 後來到花蓮行醫 他們是醫生世家 張七郎的三個兒子 中仁、醫仁和果仁都是醫生 張恩滿仍然記得當年東北醫院的格局 它是一個專造的房子 那是喉枕的地方 就是最外面 裡面有一個診療室 有一個治療室 就是把一個房間夾成一半 一邊就是診療一邊就是治療 本來是我們小孩子是有另外房間睡的 那後來因為二叔三叔來 所以把小孩子都集在一起跟爸爸媽媽一起睡 這是張恩滿的東北記憶之一 他的祖父張七郎年輕時也曾經游歷東北 他除了游歷中國的江南、江北之外 也到過東北大概至少三次 他覺得說既然是中國人 那我中國的土地要去看看 所以你要知道當初在台灣到中國是叫做出國 日本人是要簽證的 要辦出國的 所以張七郎也被日本政府懷疑是不是台奸 張七郎前往東北時 台中風源的抗日世家謝秋冠已經在東北 他們都是台灣總督府醫學院畢業的學生 只是謝秋冠去了東北的滿鐵醫院 而張七郎來到台灣東部的花蓮鳳林 開設人壽醫院 在醫院的整療室裡邊 表框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旗 而且整療室裡邊懸掛的是孫中山先生的照片 那日本人官員來 說你怎麼掛這個 這是我國家 我的民主的旗幟 我民主的偉人 你應該要掛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是你們的偉人 你們的皇帝 你在你家掛 你不要把這個東西掛到我家 所以從這樣來想 我想張七郎從來沒有認為他不是中國人 有著強烈中國意識的張七郎 他的三個孩子也在遼寧海城 開設和家鄉同名的醫院 而在更早之前 謝秋冠 則是在黑龍江的奇奇哈爾 開設百川醫院 這是台灣人到東北開設的獨資醫院之一 我在七二沒有日本人 都是中國人 以後因為我爸爸身體不好 七二願不做來到長城 就在那呆著 以後他朋友給他幫忙 在城內就上到街再開一個百川醫院 謝秋冠歷經了1910年東北的大鼠疫 那場鼠疫曾經造成六萬多人死亡 儘管躲過這場劫難 但謝秋冠的女兒謝九子 就讀滿洲一大時 還是再次遇上東北鼠疫大流行 除了要面對傳染病的威脅 在東北行醫的醫生 還可能面臨其他境陷 像黃順記就遇上土匪 張宗仁則是在海城遇到狼群攻擊 東北那個地方 在那個年代還有野狼出目 父親呢 一不容紙雇了馬車 四匹馬拉的車 不是一匹 四匹馬拉的車 就這樣子帶著那個患者的家人前往看車 然後騰折了大概將近一個晚上 小孩子生出來以後處理完畢 好像也沒拿錢 回來的時候 據說就受到狼群的攻擊 一個晚上過了 天快亮 天快亮 狼眼 跑的 可是一匹馬拉不動那個車 因為在雪地 所以是用走著回來 有一次我們十多人 冬天晚上 出去逛逛車 怎麼坐買車 去的所在是鐵絲網的外面 有三個當地的人 對你買車跟你帶來 叫你下來 那就是什麼 綁票 我擔心 問許多人說 這個是黃院長嗎 這個人 碰不得 碰不得 為什麼 這個黃院長 我家裡的女兒是她舊的 放她回來 就這樣 台灣醫生在東北的寄遇 有驚險 也有情誼 隨著在東北行醫的沙根 這些台灣醫生 越來越關注中日戰爭的變化 因為他們未來的命運 都和這場戰爭結果 息息相關 如果 你走過一趟迪化街 看看那邊 一家又一家的南北貨 那幾乎就是一個 具體而為的世界 那裡 有自利的鮑魚 有美國的核桃 中東的椰藻 還有東北的人生 其實 在日本時代 大稻埕的商人 就已經走遍世界 不只進口博來品 也把台灣的好東西 賣到全世界去 很有名的台灣養樂多的老闆 陳聰光先生 年輕的時候 也到了東北滿洲 不過 當時他賣的 當然不是養樂多 而是台灣的茶葉 如果 你想知道更多台灣人 在滿洲的故事 明天同一時間 請鎖定 台灣人在滿洲國第三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